普丁这次跟习近平的会面 这个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有在自己的这个摄取媒体上面发布了影片 他提到老朋友重聚 习主席跟普丁总统在北京的一天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发文的内容 这当中呢 其实他有附上一段影片 就是来记录一下这一回这个 普丁到北京来访问的部分 我问一下大千哥 您怎么样看这个部分 其实看这个影片就可以感觉到 其实中方这一回真的是很重视 的确就如同刚才立将军所提到的 他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就是属于一个没有在明面上说的 这个结盟 但是关系却比结盟更密切的关系 他现在摆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模式很简单 就是不让你美国找到任何借口 美国跟他的西方盟国 现在正磨刀祸祸 中国要想理由找方法来把中国大陆拖下水 他要来制裁中国大陆 所以呢在这个阶段 他们两个不用把话说破 但是把动作做足 那你美国虽然气得牙痒痒的 你也找不到任何的借口动刀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 那第二个其实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 过去是存在矛盾的 美国长期以来就是在制造这样的矛盾 因为他们唯有裂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他们才能够各个击破 所以这是当时季星级所定下来的这个基调 所以才会有美中关系正常化 才会有后续一连串的发展 但是现在这个美国因为拜登 这个很奇怪的这个老人家 采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印太战略 然后引爆了俄乌战争 然后最后呢 你就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彼此的关系 所有的矛盾全部都化解掉了 让他们背靠背的绑在一起 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 美国未来恐怕要承受很严重的后果 那么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力挺 特别是在这个经贸跟物资上 你让俄罗斯更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 既然你欧洲不让俄罗斯靠 那么俄罗斯就靠亚洲就好了 俄罗斯就靠中国大陆 靠北韩就好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俄罗斯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他当然就可以放手一搏啊 因为这对俄罗斯来讲 他现在接下来就要面对一个 现在看起来就打算要 以战逼合的策略了嘛 因为刚才亮哥也提到了 美国跟这个折仑斯基不愿意停战啊 那么虽然这个习近平主席 当的马克宏的面哦 讲出来了 说要走向全球停战 就刚才亮哥讲的 可是其实我相信这个全球停战的意义 不仅是俄乌停战 这个全球停战恐怕还包含了乙哈停战 所以其实习近平是很聪明的人 他的意思很简单 我支持俄乌停战 可是好歹你乙哈也应该要停战啊 你这样子一昧单方面的屠杀下去 这才是会造成巴黎奥运最大的风险 就俄乌战争 不会让恐怖分子去攻击巴黎奥运的 可是乙哈战争再这样打下去 你认为中东的这些这个回教民族 他们会忍得下去吗 这些恐怖组织他们会忍下去吗 他们要找一个最好的舞台来展现 他们的愤怒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舞台 当然就是巴黎奥运了 所以其实习近平主席所讲的说 全球停战 他为什么要讲全球 他就把乙哈一起放进来啊 说要停战没问题啊 大家一起来停啊 连乙哈也应该要停了 但是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也知道了 就俄乌停战 以哈停战看来都很难 那么俄乌停战是美国跟哲伦斯基不想停 所以你看他现在看到了普丁 他也没提要不要俄乌停战这件事 那提都懒得提了 私下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至少在公开 完全没有触碰到这样的议题 那你说以哈的战争 我相信北京政府也很清楚啊 美国完全被以色列绑架 被纳坦雅胡绑架了 所以只要纳坦雅胡不停 美国也拿他没办法 所以其实习近平这个主席在法国 讲的那一段话 就是很礼貌的客气话了 就给足了这个马克宏一个面子 但是当今天中国大陆 可以跟俄罗斯背靠背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可以放手一搏 不只是俄罗斯可以 中国大陆有必要他也可以 因为其实这个关系已经很明显了 那么对北京政府来讲 他很清楚的了解 我北京不敢做再多事 你美国都是要打死我的 我认为北京政府已经早就很清楚的知道了 只是我要什么时候跟你摊牌 我尽量的在这个摊牌前夕 我要争取最多的时间 去累积我的资源 所以美国今天逼着北京跟这个 俄罗斯绑在一起 最后的结果 就是整个欧洲跟这个印太的情势 都不见得会如美国的意的 因为当他们能够绑在一起 当他们都没有后顾之忧了 当他们没有彼此的矛盾了 那么他们都可以好枕以挟的 让俄罗斯去面对欧洲 让中国大陆来面对 来自于美国东方来自的这个挑战 我问一下亮哥 美国现在当然对于这一次 普丁跟习近平的会面 会觉得像立将军说的背脊发凉 那现在传出高官也非常的不爽 因为这个法国准备要邀请俄罗斯参加 诺曼蒂登陆80周年的纪念仪式了 没有这个过去也有邀请 虽然说俄罗斯没有参加登陆了 可是这总体二战的一环 那你不能够不承认解放柏林 打下东欧都是苏联军队的功劳 这是事实啊 所以过去是有邀请 那只是说这个现在就是充满矛盾 事实上法国还本来想要 想要请国际奥会 是不是也可以开放俄罗斯的 国家队去参加奥运 那这个很难啊 因为国际奥会 美国有相当的控制力 这个二战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中俄的联合声明有提到二战 他就说这个反法西斯的二战 不能够因为现在你的政治立场 就抹杀他的事实了 有写这一段 那事实上就是很明显嘛 就你现在是俄乌战争 大家各站边嘛 可是二战就是二战嘛 你不能够说苏联没有参加二战 这是两回事啊 而且普京也不会去啦 那个法国跟英国都是国家元首去 因为那个他们是当事人嘛 可是俄罗斯可以派别人去啊 就是普京不会去啦 普京去那边万一要逮捕怎么办呢 那可是这个就好像 法国派驻俄的代表去参加普京的就职典礼嘛 这件事情美国也非常生气啊 因为G7只有法国去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点 有点就是法国开始在发挥它独立自主的外交角色啦 对中国也是这样对俄罗斯也是这样 那当然他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嘛 就是7月26号奥运到8月11号 你可不可以拜托停战一下 那我觉得习近平也是很给马克龙面子啊 因为他在那个跟普京的那个联合生命里面 就直接讲说全球停战 他不是只有讲俄乌战争停战 他讲全球停战 所以我认为普京会慎重考虑啦 因为我认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应该六月就会开打 不一定会打到7月26啦 有可能打到7月初就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就大规模的战争暂时停止嘛 可是泽伦斯基昨天出来放话说他反对 这个简直莫名其妙啊 那泽伦斯基反对的理由是说 我怎么知道俄罗斯会不会趁那个时候 军队偷偷偷跑进乌克兰 那乌克兰里不是一样 停战的时候你也可以赶快叫美国把武器运进来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反对一定是美国的意见 就美国不希望法国成功嘛 讲白了就是这样